你现在即将看到的可能是2022年整个安卓阵营最惊喜、最出乎意料的一颗处理器 这是我测完之后这么说的 联发科今天再次给我们寄来了工程样机 这次我们要测的工程机是天玑8100的机器 说实话我对于天玑8100这颗处理器本来是没有抱什么期待的 因为我以为它的定位是向天玑1200的继任者 主打终端市场的 毕竟用的也不是最新的处理器架构嘛 但是当我们测完之后 我发现这颗芯片没准成为今年的黑马 这天玑8100到底表现如何呢 我们赶紧就来看看吧 和上次一样 联发科这次依然给我们提供了一台长相亲奇的工程机 这个机器的内部散热和上次的9000一样 依然是没有敷热管也没有均热板 就是敷了点铜箔嘛 可以说是相当的寒酸了 不过好消息是这颗处理器 其实也不需要特别豪华的散热 在这点我们在待会儿的测试里就可以看到了 不过在这之前先来看看天玑8100的硬件规格吧 天玑8100的CPU部分采用了上一代的A78加A55架构 和天玑1200是一样的 并没有用上ARM最新的架构 但是它的频率定得很激进 天玑8100并没有用三重机设计 而是给了4颗2.85G的A78大核 4颗全部跑在2.85G 人人都是超大核 小核是2.0G的A55 总体来说这个定屏算是比较激进的了 这也是得益于台积电5nm工艺的采用 但光是这点频率的区别 它显然不会拉开和天玑1200的差距 那天玑8100的杀手锏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次的CPU最大的升级是在内存缓存上的 天玑8100的标配内存是LPDDR5 6400M速率的 应该是16bit 4通到3200M频率吧 总算是赶上了骁龙旗舰的水平了 相比之下 上一代的天玑1200内存只有可怜的LPDDR4X2133M频率 这个带宽的差距真的是非常之巨大 缓存部分天玑8100也翻了一倍 来到了4Mbps的L3缓存 和骁龙888保持一致了 上一代的天玑1200仅仅只有可怜的2MbpsL3缓存 这个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表现 所以我特别期待天玑8100的CPU性能到底有多大改进 第一个有很大改进的就是GPU部分了 天玑8100搭载的G610 MC6 架构上和天玑9000的G710是一样的 但是规模少了40% 不过就算这点规模 比起天玑1200上的老旧的G770 MC9 那也已经有很显著的提升了 毕竟我们之前也讲过 这代的马力GPU里面 一个Shade Core里是包含了两个执行单元了 这个6核的GPU其实更类似于以前12核的GPU了 那么这个新GPU到底能跑到什么样的性能呢? 是接近865还是870还是888呢? 你们可以先猜猜看啊 除此之外天玑8100的AI单元也升级到了APU580 不过我看了一下规格 差不多就是天玑9000砍了一半吧 包含了两个性能核和一个通用核 看得出这个AI部分应该不是天玑8100最关注的焦点 影像部分 天玑8100采用了可以拍摄14bit HDR的3ISP设计 官方宣称每秒可以处理50亿像素 这个ISP光看理论性能比888还要高出一点 不知道具体成像质量能做到什么程度 感觉天玑8100总体设计上都比较符合一个现在的次旗舰的定位吧 给大哥天玑9000留了不少空间 这样一颗新的高端芯片实际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废话不多说 赶紧进入实测吧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CPU性能 我们按照惯例跑了一下Geekbench 5 哦? 这个天玑8100的CPU多核好像还可以啊? 这3800多分的多核分数已经是消融8100的水平了 比起865和888都要来得更高 似乎还不错的样子 单核924分就稍微弱了一点了 不过也是在意料之中 毕竟这次没有超大核 这个单核基本上就是和865差不多的水平吧 那么功耗表现怎么样呢?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天玑8100跑多核测试的功耗只有6.9W 仅仅是略高于骁龙865的水平 更不用说比起88和8进1了 用865的功耗跑出了8进1的性能 看来这个天玑8100还是有点东西的啊 单核功耗方面我们测出来2.4W的单核功耗 略高于865 考虑到它的单核性能也是略微高于865 说实话这个大核能耗比只能算是正常发挥吧? 但是比起现在的888和8进1这些开倒车的家伙 那还是好太多了 再来看看GPU部分 这颗G620 MC6在GFXBench Astag Ruins的1440p测试中 可以跑到接近888的性能 因为规模上的硬差距和天玑9000的GPU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说实话有这一点的GPU性能已经对于现代手游来说挺够用的了 我们更应该在意的是功耗 这一点天玑8100就牛逼了 GPU满载功耗只有6W 这个比起888真是强得太多了 不过相比天玑9000呢 这颗天玑8100的GPU能耗比其实要差一点了 毕竟它的功耗也只是比9000低了2W 而性能就差了不止这点点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GPU的能效比比起865、870、88这些老架构的GPU来说 还是稍微有点优势的 这一次除了GFXBench之外 我们还测了一下3DMark的Wildlife Extreme 可以跑到1593分 同样是888的水平了 但最糟的是它的稳定性测试 我们得到了99.6%的稳定度 我的妈呀 就工程机这么个破散热 都能做到全程不像屏 99.6%的稳定度 这颗GPU确实是够节能的 总而来说 天玑8100最大的优势还是在它的CPU多核能效上 不仅多核性能表现强颜 最重要的是功耗数据非常漂亮 其他方面像是CPU单核能效 GPU能效 这些应该说是符合预期吧 也谈不上特别好 但是在当下手机芯片市场 你能做到符合预期已经不错了 俗话说的好嘛 这个好的快不一定赢 不跌跟头才是成功 对吧 这样的表现也让我特别期待它在原神中的性能 因为原神这个游戏 恰恰最看重的就是CPU的多核能效 多核性能越强 平均帧率就越高 功耗越低 坚持的就越久 这个不是完美对应吗? 废话别多说 咱们赶紧测试一下看看吧 首先数毛一下 这个结果是640P的分辨率 没适配平台的标准分辨率 也和我们之前天玑9000测试机的结果是一致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性能吧 果然我们跑出来原神的结果 那真是极度震撼啊 30分钟原神 天玑8100平均57帧 前15分钟几乎接近完美的帧率表现 15分钟之后也只是出现了非常微小的降频 整体体验上依然是要远优于88和8100的极型的 不太对啊 这个帧率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不少同学应该发现了吧? 我刚开始测试出这个帧率 我还以为哪里出问题了呢? 结果我重复跑了几次 都是这样的帧率 哇 这个也太强了吧 怎么会比天玑9000还强呢? 啊? 这个太奇怪了 其实你看一眼功耗就明白了 天玑8100的测试机 它的原神整机功耗只有5.8W 跑将近满帧也才5.8W 我们测试过的8进1的机型里面 有一台比较接近它帧率的满血机器是realme的GT2 Pro 它跑差不多的帧率 需要将近8W的功耗啊 就算640p相比720p也许能省个0.3-0.4W的功耗 但是这个能耗比的差距依然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换句话说越是差的散热环境 这颗天玑8100相比其他高端处理器的优势也就越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的帧率能比天玑9000还要好 因为工程机的散热很有限 在这点散热下 天玑9000的CPU性能是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 而GPU对原神来说又不如CPU那么重要 所以这种情况下天玑8100就正正好好了 那么天玑9000的理论性能依然要比天玑8100强很多 我们认为在最终上市的中端机上 天玑9000在那些对了散热的高端旗舰机上会发挥得更好 而天玑8100这颗芯片的适用范围会更广一些 尤其是利好那些非游戏手机 或者偏重日常使用的轻薄机小屏机吧 那我觉得本来手机就不应该把宝贵的空间浪费在散热这种东西上 小机器根本没地方堆散热的吧 就算是大机器 你堵出来的那些空间加在电池上它不香嘛 用高能耗比的芯片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发热的问题 天玑8100的出现我觉得对于轻薄机型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高画质之外我们也测了一下中画质 这个表现只会更好看 全程平均59帧几乎没有出现降频 功耗更是只有区区5.4W 这个发热量怕是连iPhone那点破散热都能压得住了 我很期待零售机日常打游戏的温度表现会如何 这次因为工程机没有5G 所以我们没有做30度的魔鬼测试 等之后零售机出来之后 我们再好好测试它折磨它一下 我有预感 这玩意跑魔鬼测试可能会很逆天啊 最后我们也测试了一下网崇荣耀90帧的功耗 天玑8100在这里和天玑9000的整机功耗是接近的 都是3.5W 虽然说能耗要稍炫于麒麟9000 但是比起高通是强了太多了 总来说天玑8100确实称得上是今年的一匹黑马了 尤其是CPU多核性能比肩8件1 功耗却只有865的水平 这个才是真正的835复刻是吧? 要我说天玑8100才是888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说说光用A78和A55都能跑出这么强的CPU性能 我之前没有料到的 尤其是考虑到天玑1200也是用的A78架构 却跑不出应有的理想性能 我觉得这次的天玑8100在内存缓存上补齐短板还是非常有效的 考虑到目前的中高端手机很多用的都是888和870 我觉得天玑8100还有稍微低一点频率的天玑8000 没准能够强调很大一部分888和870现在的市场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年各大厂商性价比激情的测试 那么更多的测试我们就留到零售机登场之后再带给大家了 所以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也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及客观的店看看我们的周边 我们之后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